你先讲 好吧 谢谢 好 陶渊俊在2002年的10月 从福建 厦门 游泳 偷渡 到台湾来 这个事件 当时的救援的过程 那么我有参与 所以我分享一下 这一段 来呈现出来 就是陶渊俊 他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对他 对他的人生来讲 也是他可能 也是预想不到的 就陶渊俊呢 他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出狱以后呢 事实上是 在社会上受到孤立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回到原来 他的这个专业的工作 他原来是在长春的 第一期车厂工作 那所以呢 他后来呢 就长时间在国内 各地 那么可以说是 这个讨生活 或者是联络 这个民运的同志 但是呢 毕竟那个 非常生活艰巨 加上这个 国家 这个的监控 也非常的严密 那所以呢 但是当时呢 他已经 懂得 透过网络 和海外联络 所以呢 他当时也成为 这个洪泽胜 在纽约的洪泽胜 他所主持的民主论坛 重要的作者 那 像刘小波等等 当年呢 都受过这个 因为 通过投稿的方式 来得到海外的 这个资助 那唐云俊呢 当时 他也是 透过这个方式 那么获得洪泽胜 从 从美国 提供的这个资助 那后来呢 唐云俊在中国大陆 他觉得他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开始筹划逃亡 那也和洪泽胜联络上 所以呢 当 唐云俊呢 他 行动 准备妥当以后呢 他在 离开 厦门 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 通知了洪泽胜 那么让洪泽胜呢 联络我 也就是说呢 只要唐云俊 他越过海峡 时间差不多 越过海峡中线 就是惊吓 惊吓了海峡中线 到达金门 我们就先发布 我们就先发布 这个 在台湾发布新闻 因为担心什么 因为担心 这个 金门的 金门的国军呢 或者金门的地方政府呢 他 有政治顾虑 不敢发布这个新闻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舆论压力呢 让台湾政府啊 能够来抢救 来援救唐云俊 那所以呢 陶云俊 出发之前呢 他就发了通知 到美国去 那洪泽胜呢 当然我在台湾是半夜 我就收到这个信 所以我就很快的 就联络了 当时这个 这家叫台湾日报 台湾日报 我的 他是一个比较偏 这个本土的一个报纸 是当时是由台湾 台数 王永庆支持的 那 这个我的同学 林朝义 在那边担任政治记者 我就把这个讯息 传给了他 那 陶云俊的确 他在 他是在金门的大胆岛 这个被国军救起来 他是什么 什么状况呢 他在那个 抵达 游到金门的时候呢 他当然体力是不错的 可是呢 他没有算准 上退潮的时间 所以他到达 这个大胆岛的时候呢 正好碰上退潮 那退潮呢 他就没有办法上岸 所以他游泳的时候呢 他后来就这个 金平力竭 就被那个 那个 那个海浪啊 卷到的海底去 那进门的海底是胶岩 而且呢 这个 这个海面 这个海底呢 这个渔民啊 种那个磕 那种磕的话 那个磕的那个 那个贝壳啊 非常的锐利 那么样的锐利 所以那个磕田啊 在这个 在海底 所以当那个 陶渊君啊 被海浪啊 卷到海底的时候呢 因为他当时 已经没有力气了 所以呢 再加上可能 这个非常疲倦 所以呢 这个全身啊 全身呢 是被那个磕 磕田跟那个胶岩呢 刮伤 严重刮伤 那你要知道 在海海水是咸的 它又刮伤 那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陶渊君呢 那个被 金门的国君呢 发现的时候 他是奄奄一息 那国君 把他救上岸 以后呢 当然 赶紧的这个 送医啊 来抢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正好 这个新闻出来 那记者呢 奉有而至 所以呢 唐渊君成功抵达 金门的消息呢 就广为国内外所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人权促进会 他的当时的 理事长 就是现在的 行政院呢 这个不当当产处理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林峰正律师呢 那么他 这个台湾财全会呢 那么向来就是 在从事这个 人权的救援工作 那几年 重点都改成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难民 所以呢 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 林峰正律师呢 也是第一时间 我跟他 本来是不认识的 那因为这个 唐渊君而认识 那当时 台湾全会呢 就在林峰正的率领之下呢 从台北 马上搭飞机到金门去 跟金门国军呢 来交涉 交涉这个事情 那 所以 他们也在台北这边 来呼吁 这个内政部 移民署呢 以及国家的 这个安全部门呢 同意让 这个 唐渊君呢 先 留在台湾 那么 因为呢 这个唐渊君呢 入境台湾呢 这个是属于非法入境 按照 台湾的这个 国家安全法 他对 偷渡 他有这个 刑事的这个责任 所以呢 当时就交由 这个金门 地方检察署呢 来进行侦办 调查这个唐渊君 是不是有非法入境的 这个状况 那么后来呢 也这个 当然也将他判刑了 那 那么 判刑完以后呢 当然是非常非常 非常清的刑 那 这个 服刑完毕之后呢 按照法律规定 是要 遣送回 中国大陆 那 关于这个 遣返的这个作业呢 当时是 台湾呢 都是安排放在新竹 新竹有个地方叫浸炉 所有的那个 非法的移民要遣送者呢 通通是集中 收容在这个浸炉 我当时在新竹的中华大学 行政管理系服务 所以呢 洪泽盛先生呢 就嘱托我 那么代表 民主养州基金会 那么及这个 台湾的这些人群 关心洪泽盛的这些人士呢 我就代表大家呢 定期 不定期的 就到那个浸炉 去探视唐元俊 当然那个 我没有办法 亲自看到他 但是呢 我到了浸炉呢 当然 这个就 表示呢 让就是让这个 移民署呢 知道说 让政府单位知道说 这个唐元俊 他的重要性 不要随便 把他当成一般的 偷渡客 就遣返了 所以呢 在当时 台湾政府也第一次 就是碰到啊 就像唐元俊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 这样政治犯 从金门游泳过来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是陈水扁总统 刚刚当选 那所以呢 当时陆委会的主委呢 就是后来的总统 蔡英文 那副主委是陈明通 陈明通是我的老师了 那陈明通的秘书呢 叫邱锤正 就是现在陆委会的主任委员 我是透过邱锤正 他是我大学的学弟 所以我透过他呢 就跟政府来交涉 请政府来抢救 那么果然呢 得到这个 陈水扁政府呢 他们的 这个首肯 所以呢 就积极的 但是因为台湾没有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这个难民的 这个 相关的法制 所以当时 陈水扁政府呢 就积极的联系 这个美国 那么 所以陈明通呢 在台湾呢 大概就滞留了半年之后 就顺利的 就被送到美国去 那后来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 所以他在台湾的这期间 我并没有机会 他整个过程 我没有机会跟他见面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研究的过程呢 当中啊 我和那个林峰镇呢 在当中 积极为他奔走 当时也为了 让这个 陈明峻啊 能够留在台湾 所以呢 我们在台北所举办的 在东吴大学啊 举办了一场 关于中国 专业中国民运的 一个研讨会当中呢 我特别啊 把陈明峻的一篇文章 找人宣读 做缺席的 这个宣读 那也把这篇文章 收到这书里面啊 那 当时这个活动呢 陆委会呢 这个 这个 也派员参加 那 这个论文的研讨 这个 研讨会的论文集呢 也有这个 当时陆委会主委 蔡英文 还有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 他们的 提词 写序 那 他们进的文章 就收录在当中 这个是我当时参与的过程